何時我們民黨政府其實上來以後 我們對日本妥協了很多 然後都一直說 我們是希望可以加入CPTPP 可是我們看到 包括我們的漁業協定 在馬政府的時期 其實有談了 然後是有進展的 可是這幾年完全都沒有 再有漁業協定的談判 另外還有一個在2009年 我們主動降了關稅 對日本包括他的一些 水產品 就一些魚類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山藥蜜乾 還有清酒 甚至都降稅百分之五 達到百分之五十 原來像山藥本來是課稅 百分之十六的 那清酒百分之四十 降到百分二十 蜜乾三十 降到百分之十五 降幅非常大 也說因為這樣 可能可以加入CPTPP 我們還主動把我們的黑鮪魚的配額 漁民黑鮪魚配額 去跟日本換了大木尾 那個價差太多了 我們從過去這樣幾年來 我們不斷地一直釋出這樣子 還有妥協 可是我們有什麼樣的進展嗎 現在主動開放核食 像都一直說 只有中國大陸跟臺灣還沒有開放 可是事實上韓國也沒有 韓國對某些非常堅持 對水產品 他有一些山菜或者菇類 其實他們也很堅持 甚至不惜用訴訟的方式 他們也贏了 他們也 他們會不能走入國際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政府的態度的問題 今天如果我們要加入CPTPP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很多的條件 是來作為談判的籌碼的 可是我們都不斷地自己先放棄了 放棄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辦法看到進展 因為CPTPP也不是只有日本說了算 也不是說他好就可以 對 所以其實我們到最後 對其他國家相對有這樣要求的時候 因為你們已經把好的全部都放掉了 那其他周邊的國家 也要求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尤其我們最不能接受的 當然是用現在的這樣的民調 可是大部分過去 我們在公投的時候 有七百 七百多萬 七百七七九的民眾 其實是反對的 那對他們又怎麼樣 因為現在等於是把這些民意 都踐踏在腳上 所以沒有辦法維持我們的食品安全 剛剛才萊豬進來 現在馬上又因為像之前 我們在十二月二十三的時候 還邀請外委會還特別邀請 謝長廷回來 那時候吳釗燮還對媒體說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表 因為都還沒有談 那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過了一個年 你突然你所有如果沒有談 你的配套管制作為怎麼出來的 現在也是非常長處沒有錯 可是至少你一定談過了 你才可以現在馬上開放 所以都是對 不管是對人民也好 對國會也好 其實都是用欺騙的手段 甚至都有很多的像一些處心機率的作為 我覺得這都非常的不可取 所以在何止的這個部分 我想你改什麼樣的名字都一樣 其實這是民進黨 我想他最會做的部分 你改福祉 改什麼樣的美豬 好像都是要誤導我們人民 對這些這樣的信任 那你現在強勢要讓他進來 甚至說要用最嚴格的條件去把關 其實我覺得他不敢 比如說像萊豬很多 你應該要做明顯的標示 他也不讓標 那今天如果說像這些日本進來的 你是不是可以標示 因為他在日本在賣場賣的時候 他很清楚的標示 這是可能是一些相關的 有受到輻射的一些縣市 他出產的商品食品等等 他會標示讓民眾去選擇 那我們的政府敢不敢 他能不能做到 這個你說要怎麼樣嚴格 應該要把配套跟那個作為 都要讓人民很清楚 那不標示就不吃 我覺得老百姓能做的就這個 跟美豬一樣 你不標示民進黨就把萊豬 就等於美豬對不對 然後核食就等於福食 那民眾沒辦法 那你怎麼我也分不出來 他當然不是所有的 美豬都是萊豬 也不是所有的日食 這個日本食物都是核食嘛 那最多就是我不吃就是 那不吃總是我可以做的選擇嘛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